南韩首尔的房价都是狂飙 想要买房 尤其是买在首尔得欠很多的债 付出很多灵魂 还是不见得买得起 其实在首尔不止买房难 其实租屋也很贵 今天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 如果您常看到韩剧或者是电影里面 一定会注意到 戏里常常会出现女主角的家 是住在屋塔房 像是阁楼一般有大大的阳台 而且通常都布置得非常漂亮 但其实这些都是韩剧过度美化的效果 我们就来看到是包括了 电影《寄生上流》里面出现的半地下室 还有韩剧里的屋塔房以及考试院 这三种南韩的住宅类型 被称作是地屋考 其实在韩文里面的谐音 就是地狱苦的意思 一句话就道变了地狱朝鲜的万般心酸 又是鲜花又是烛光 把顶楼露台布置的浪漫梦幻 再搭配男女主角深情一吻 韩剧里的屋塔房总是灯光美气氛家 但现实永远跟韩剧眼灯不一样 在韩剧里出场率都很高的半地下 屋塔房 考试院 南韩把这三种房屋类型统称 缩写为一个字叫做地屋考 跟韩文地狱苦的发音一样 这三种南韩特有的住宅形态 有个最大共通点 都是租金便宜的穷人住宅 南韩电影《寄生上流》 写实描述南韩社会底层生活 电影中最重要场景之一 就是贫穷主角一家住的半地下室 城外消毒 屋内马上烟雾弥漫 外头淹水 整个房子都遭殃 再加上半地下室 普遍水压不遭殃 再加上半地下室 普遍水压不足 马桶得放在厕所最高处 恶意的生活空间 却是南韩清贫族 无奈的现实 都说狗眼看人低这张照片 真的让人哭笑不得 一只狗狗在半地下室窗外 探头往屋子里看 墨里的人硬生生比狗 爱乐以大姐 因为住在半地下室被同侪 冠上各种绰号 从地鼠到半地下 歧视意味浓厚 电影机身上流还特地描写 贫穷爸爸身上散发半地下室 专属的霉味 现实生活中也真的存在 你家里面有什么事 你不要诶嘴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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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小笼 小笼 关上窗 白天像夜一样黑 衣服怎么洗 都有湿气霉味 半地下的住宅环境极度恶劣 但根据统计 南韩全国还有将近38万户 估计超过百万人住在半地下室 其中百分之九十六都在首都圈 之所以会有这样奇特的居住空间 要回溯到一九七零年代 南韩政府为了防止北韩突袭 要求家家户户盖地下室 作为防空洞 到了八零年代 都市人口暴增 让半地下室成了有利可图的 作物空间 我刚才觉得半地下室 很惊讶 我刚才去职业 我刚才去职业 我去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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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万 对吗 嗯 跟半地下室一样 坐金便宜的 还有韩剧中总是美美亮相的 五塔房 顶楼布置的华丽梦幻 南韩五塔房 通常有大大的露台 韩剧里吃炸鸡喝啤酒 欢乐开趴 但现实中 五塔房冬天极冷 夏天极热 大多数都没装空调冷气 就算装了怕电费贵 很多人根本不敢开 除了五塔房跟半地下 南韩还有一种 以狭窄空间 著称的考试院 也被归类为穷人住宅 韩剧里考生窝在考试院 苦读念书 南韩考试院最小有一两瓶的 最大通常也不超过四瓶 原本是给考生的临时住所 后来因为不需保证基因 又不用硬性签约 成为大学生 社会新鲜人 甚至短租的外国人 CP值最高的住宿选择 根据南韩政府统计 全南韩有百分之二十二点六的 年轻人住在地乌考 房价最高的首尔更高达百分之四十 这也直接影响到年轻族 结婚生子的意愿 单纯成为年轻人 住在半地下 梦想着未来往上爬 但人生从来不像韩剧 那般美好 被奉为地狱朝鲜的 N抛世代 万般都得抛弃的 南韩年轻人 还有很多难关要克服 才能打开窗 看见不同于地屋口的 灿烂曙光